今天各位早上都有看到那個報稅 他們不是有宣導影片嗎? 請問全部都是用影片製作的嗎? 沒有,其實你們都注意看他們後面不是有在講一些故事的 進入沒有穗物的那個世界,又跳舞,穗神 還是大家說睡死了沒有穗神? 你看看那個人是真狂的 他那個是用什麼做的?用飛騎做的 有沒有,卡通做的那種都是用飛騎做的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剪製成影片,像那樣去播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其實我們一般影片製作的流程 第一個要有什麼?要有腳本 也就是說其實你看到那些最後的成品,做出來的影片 實際上剛開始會先,先我構想 想好了之後我要先把那些劇本,腳本先把它想出來 哪一個時間?什麼時間?誰講什麼話?做什麼事情?要先思考一下 好,思考一下,那你做好的這個企劇就才開始做所謂的拍攝的動作 拍攝動作 包括你的主角,你要怎麼樣併裝 對不對?然後呢,你的場景在哪裡?那些都要先想清楚 好,那開始拍的時候呢 平常我們能夠做的就只有這裡 反正是微相機也好,DV也好 拿起來就直接拍了,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看起來外景的有沒有,看這支節目出外景的 它還有什麼?有些人是不是還有打另外的燈光?對不對? 比如說你看一下拍那個,那個,那個,許燕啊 還是說外面有那個,左頓啊,他們在外面都要打燈光 那麼,甚至呢,你看一些外景節目 有沒有發現主持人都有這個,然後別一個麥克風 不然就是有超常的那個收音檔有沒有 欸,為什麼? 你如果是直接用,比如說你用數位相機,用DV 你單純用那個,機器上的那個收音,麥克風 你會發現那個叫做全都入 所以誰想的都怎樣?混在一起 主持人講的跟陸人講的都一樣大聲 所以說比較不方便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個什麼?有一個另外的指向性的麥克風 幫你把那個主要的聲音收入好 這樣在處理的時候才不會就是說沒有辦法去弄 好,那麼你這段後來我們用了所謂的會生會以後剪接軟體 做的就是所謂的後製 後製的製作 後面的製作 那這裡面我們後製裡面最簡單的就是要做剪接 去無神經一下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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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不是有些時候我們要拍的時候一定會有拍到一些不必要的吧 多拍的 所以你們會發現什麼? 我們看電影啊,看電視 大家都很喜歡看一個東西 就是NG鏡頭或漏廊鏡頭 有沒有? 他們拍的時候那個叫幕後花絮啊 為什麼?他們那些有的會拍下來 有些可能我們正視影片看不到的 我們就喜歡去看看它 那你要去做剪接 再來你可能會加上什麼? 配上聲音 因為你的原本的可能現場 比如說沒有一些音樂 那你可以加上一些聲音 事件的聲音也好 那甚至幫他加一些動畫進來 比如說你們今天有看到那個色物的 那你就加一些動畫的特效進來 好,那所以剪接完成之後呢 再來就是最後做輸出了 那現在輸出當然你可以VCD、DVD甚至HD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昨天前天 應該是3月8號吧 沒有,昨天是3月8號 婦女節嘛 各位有過嗎? 沒有 你們沒有去 你們沒有上Google看一下 Google也蠻有誠意 LOGO有變 LOGO有變婦女節 沒有 那再往前一點點 蘋果 又推出一個新的 是iPad3嗎? 不叫iPad3 叫NewPad對不對 因為NewPad 它強調解析度 是多達 知道嗎? 有沒有注意到? 什麼4網膜 LED 有沒有 3D沒有 它沒有3D 沒有 它有4G 它強調一個 它的螢幕解析度到多少 2048 乘以1536 你看 我們的421 記不記得 421才多少 1920乘1080 有發現了嗎? 1920乘1080 可是它現在解析度可以 那麼小的解析度 iPad就9寸左右 可是它解析度 能夠達到那麼高 這個確實是不錯 但是 螢幕 畢竟還是很小 所以你解析度很高 代表就是你 字要很小 字要變得很小 因為你同一個螢幕 你要怎麼賣比較多東西 它看得清楚 可是就是字要變得很小 所以以後近視的人會更多 但是 我要跟你講 就是說 它現在是可以做到這麼高解析度 那也代表說 其實我們輸出的時候 現在輸出HD的 FHD的也是可以 那它的那個攝影機 據說也是可以錄到FHD 就1080的解析度 好 那你輸出你可以直接變成影片 也可以怎麼樣 有些人 或者像電視台 有些他們做法 就是回錄到那個蓋子裡面去 各位以前都有看過錄音帶 對不對 我們那個BV帶也是一樣 它可以把它回錄進去 那現在呢 各位這段 就是直接變成網路的影片 直接放到網路上 所以到處都有 這樣有比較了解了嗎 整個流程其實大概是這樣 最重要的就是前面那個企劃 企劃那個部分 就決定好了 大概一半左右的事情 那後面這一段 它當然那些也都很重要 比如說你前面企劃 如果OK的 那大概就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你看